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绝对相信他就是沈哥 你怀疑是沈哥告发我 来 姐 多吃点 等到了农家院那里只有地瓜和窝头了 来 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 我这一走 我妈就更没指望进城了 还有你 姐 我没事的 这地方虽然有点累 但我不怕 只是以后不能在你身边怕你被欺负了 我知道你对我是一片真心 连公安局都敢去 正因为是这样我才觉得对不起你 害你连工作都丢了 我怎么一转眼就混成这样 姐 真的没事的 你别这样 不是说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只要你沉出气 回公司那是早晚的事 不怕的 你说得对 我不能在那山沟里窝着 我得找借口常回公司看看 我得让鹏飞回心转意 对 这样想就对了 快吃点东西吧 不管你信不信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在中秋节那个晚上 沈哥出了那么大的仇 我绝对有理由相信 这是他报复的动机 林娇阳 你终于说出你心里的话了 你今天过来就是想挑拨我 没错 我只是怀疑 而我没有确凿的证据 但大部分的这些事情 都是跟情妇有牵连 老婆是不会害老公的 老婆只会救她 她为什么要去告发我呢 我知道她走的时候 她仍然是依依不舍的 依依不舍 你想清楚 如果她真的是依依不舍 我更相信举报的人一定是她 是因为情感的挫折 她不能得到你 占有你 拥抱你 所以她因爱生恨 她不顾一切 她甚至可以抱着你一块去死 有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是你自己想多了吧 好 就算我多心 我想多了 但你想想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一对 濒临离婚的夫妻关系 而我也不顾一切来劝你 提醒你 我现在还是你老婆 我是想帮你的 我不需要我老婆来救我 你还是当你的大侦探 大律师吧 好 既然我说了那么多 你也不领情 我无话可说 祝你好运 好自为之吧 灵失 大龙 你来找彭妃啊 太好了 我真要找她呢 找他有什么用 他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你们两个怎么又掐上了 谁愿意跟他掐了 是他 是他把我赶走了 他现在心里只有沈哥 没有我林娇阳什么事 他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你先别着急嘛 他不是已经被调走了吗 怎么又惹上他了 你是不是误会了呀 什么误会 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大龙 你看着好了 蓬佩他早晚要栽在这个女人手里 我去劝过他 他不听 他愿意死就让他死去吧 傻他 你也看到我有多狼狈了 他还跑来故意要挑战我 继续把感情的事当借口 这就叫落井下石 想让我出丑 他不是挑战你 他是来帮你 他这叫心怀不轨 他凭什么说是沈哥举报 他根本就不是来帮我想办法的 等等 他是来说这事的 我怎么没想到呢 说不定还真是沈哥为了报复你 他怎么做啊 蓬佩 你这么想啊 你跟孙坚这事谁最清楚 沈哥吧 蓬佩 你真是糊涂啊 你不应该把林娇阳赶走 你这事太重要了 孙坚几天都没回家了 看起来 经侦科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 说老实话 本来今天呢 我是为孙坚的事来的 可是看来啊 孙坚这事得先搁一边了 你的事更重要 你想想看 你这个大叔要是倒了 他那个小男自然保不住 蓬佩 你应该主动地去找林娇阳 你们夫妻两个应该移至对外 这个时候只有林娇阳才能帮你 再说了 也是你们和好的机会吗 和好 不可能 让我先低头 谁也做不到 这不是谁低不低头的问题 你怎么这么宁啊 这是大事 你出大事了知道吗 蓬佩 你这么想 你出这么大的事 但凡是混蛋老婆 一定会给你闹离婚 巴不得躲你远远的 可是他呢 他不但不躲你 反而跑过来帮你 来替你处理麻烦 对不对 你听我说 你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吧 沈哥他也不是聋子 可是他在哪儿啊 你这么关键的时候 他来帮助过你吗 他给你打过一个电话了吗 没有吧 说不定沈哥他这会儿偷摸乐呢 这叫什么呀 这叫打不着路 也不让路吃草 看来林娇阳分析得不错 还真是沈哥干的 你跟林娇阳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来挑拨的 我没时间 你真是我的活祖宗 我还挑拨什么 好 就算我跟林娇阳 一个鼻孔出气 我们这么做为了什么 为了你 为了帮你 有一件事 林娇阳一直不让我告诉你 你们俩背着我到底做了什么 茶艺管的那个项目 当时超市老员工 叫连门去告你 找了林娇阳 是人家林娇阳苦口婆心地 把我们劝回去的 有这事 是 就冲这点 你就得信任自己的老婆 俗话说得好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你说你现在大难临头了吧 人家林娇阳不但不飞 反而过来帮你 你动脑子好好想想吧 蓬佩 患难见真情啊 你说你都这个时候了 林娇阳过来挺你 你能找得到第二个 比他更好的老婆吗 你说这事吧 是挺气人的 你好心好意地去帮蓬飞 却被他倒打一耙 现在蓬飞 是鬼迷心窍 不管我怎么劝说他 给他什么建议 他都觉得我是在害他 小楠 我知道你跟大龙 很努力地 一心一意地 希望我们两个和好 可是你也看见了 他现在这样的态度 对我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 我对他 也算是人之一尽了 我觉得姐 王大龙这人还真不错 可是蓬飞啊 从来就没把他当盘菜 要是我呀 我早就不干了 谁叫他是王大龙呢 义气永远都比利益重要 如果蓬飞 一定要挺过这一关的话 还非得靠王大龙的 这股愣头青的劲儿不可 行了 行了 别大拉着脸 跟林娇阳好儿谈一谈 说得真诚一点 林娇阳他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好吧 我就听你意思 不是听我的 你得听林娇阳的 夫妻两口子嘛 床头吵架床尾和 没有隔夜仇 为了大局 您蓬大将军就第一次投吧 夫妻两口子下跪不丢人 谢谢你 去哪儿 我看起来 好 媳妇怎么还不来电话呀 彭老师 彭老师 妈 彭老师 妈 妈 我不是彭老师 我是彩霞 我才是高彩霞 报告老师 我要上厕所 妈 行行你慢点 你怎么糊涂成这样 我这钱怎么还不来 慢点慢点 小心 你小心点啊 姐夫 怎么样了 我见到彭飞了 可是彭飞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孙剑的事我就没说 你怎么这样 你去了你不说 我们还等着你救命呢 行 你就这样吧 等我姐来了 我看你怎么跟她解释 怎么了 姐东方的 那孙剑的事怎么样了 我姐夫去了一趟 她居然没说 没错 我还真就没说 我告诉你啊 彭飞的事比你的事更紧急 我得这么想吧 彭飞这个大叔要是不倒 你这个小门她也不会折 所以我必须得先帮彭飞 也对 妹妹 你得听我跟你解释 我可是真去了 我正好跟彭飞说了 林家王先去的 他们俩正在谈这其他事 这事呢比你的事重要 不是你不能因为出了事 你慌了手脚你知道吗 我妈呢 说是去为什么边了 你一定得清楚 只有彭飞没事了 孙剑她才能没事 我告诉你姐夫 我根本就不想听你的解释 你出事的时候 孙剑一直在帮你 现在我们根本指望不上你啊 你一定要听我跟你解释啊 我都想好了 第一步呢 首先我们被 不是 这都 妈呢 厕所呢 我刚才去了没人 妈呢 我刚才就在这打了个电话 谁呢 你打电话不把妈看好的 找钱 快快快快 去哪儿找钱 大家都别乱 咱妈在病床上 躺了好几天了 没得到力气 一定跑不远 这样子啊 咱们四周去看看 我都医院门口 你在楼道上看看 其他病房里去看看 你都医生没公事 赶紧 我的妈呀 我承认 我之前是冲动了一点 可能调查了几天 人比较烦躁 你应该体谅一下我 我来找你 是因为大龙劝了我半天 你是专业律师 我应该听你的 他跟我说了一些厉害关系 娇阳 这件事 我真的需要你帮我 无论平时我们有多少争执 有多么的争相好胜 你现在出了事 我们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 我不可能看你这样见死不救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度过这个难关 那婚小姐你好 那个我丈母娘看到了没有 没有 就她刚刚从病房里出来 有没有看到 没有 谢谢啊 刘医生 我丈母娘你见了吗 没有 谢谢 哎 护士们 哎 护士们 请问有一个这么高 这么胖胖的一个老太太 你们见过吗 好 谢谢啊 哎 待会儿 请问这么高的一个 胖胖老太太见过 没开心 哎 护士们 请问一个这么高的一个 胖胖老太太有没有见过 好 谢谢啊 好 姐 怎么样 找着面啊 没有 你找着了吗 我医院整个我都泡遍了 都没有 我所有走廊都找遍了 还是没看见 那儿姐呢 要不姐咱们不找了吧 回房间看一许妈已经回去了 没有 我刚从病房上下来 你说你也真是的 让你看着她 你打什么电话 你什么时候打电话不行啊你 你得了吧姐 你别老站着说话不腰疼行吗 我找你 我这心里烦着呢 我姐夫在帮忙活 我只能自己找关系 你知道吗 你醒了吧你 你别总是找借口了 到底你这有没有点同情心啊 我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孙姐还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回家 孩子放学 家里都没人给她做饭 清华现在是毕业班 小生初比中考还残酷 你知道吗 告诉你姐 妈我管不了 你必须管 不行 你找着妈再走 你们两口子都到医院来了 干吗要拉着我垫背啊 我告诉你 我今天走了 我明天不可能来了 你知道吗 我姐夫我帮你 我自己找关系 混蛋 告诉你一下 你给我站住 喂 咱妈在马路对面呢 你赶快过来 好好好 我站住了 我站住了 我的亲妈 您这事要干吗呀 你不要一直给我吧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 要不你红银筋给我 老师会问我 我我把话都给你 你你把红银筋的两条稿都给我 不是呀 你给我 妈 那你干什么呀 小朋友快走 小朋友快走 那你干什么 小朋友快走 给我赶小同学 我是彭老师 我是彭老师 回大师 做功课 妈 妈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妈 你没事吧 妈 妈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没事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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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分析了那么多 可以喝杯咖啡放松一下了 我现在心里有底了 整个人也轻松了 那我们今晚就回去整理单据 然后他们调查的时候 你也有把握 不用那么慌张 大龙说得对 找你来帮我分析一下呢 我至少可以理清思路 嗯 其实大龙 不只是想我帮你那么简单 大龙他最大的心愿 是希望我们能够 发展内心的和解 其实想想也是 从结婚到现在 我们根本就没有像现在这样 说过这么多的话 不是你忙 就是我忙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其实夫妻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沟通 像今天这样 把那么多的话都说出来 你不觉得心里很舒服吗 其实我说出来之后呢 真的舒服很多 其实夫妻之间 本来就应该这样 家是大家的 有什么事情 都应该互相商量 就像你这次发生的事情吧 无论你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站在你这边 一定会支持你 你真这么在乎我 在乎我 怎么会不在乎呢 在乎我们是一家人嘛 不是有句话吗 患难夫妻见真情 说的不就是这样吗 小杨 谢谢你 不要总是谢谢我 其实我们两个人 都应该谢谢那个人 王大龙才对 大龙对我这么好 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谢他 那就好好重用他吧 他真的是一个好人 不会出卖朋友的 我明天就调他回公司 正式上他为副总 等我这件案子结束了之后呢 我再好好谢他 嗯 妈糊涂了 怎么办呢 没事啊 大夫不都说了嘛 妈的身体指标没问题 就是这脑子呢 需要一段时间康复 别的病都好吃 他不认识自己了 这病怎么治啊 能治 能治啊 妈刚打了针 让妈睡会儿吧 这个高才侠 一天到晚的 只知道忙活孙坚的事 妈的事她一点都帮不上妈 明天怎么办呀 明天呢 明天还有以后 谁照顾妈呀 我照顾 我辞职 我不干了 从明天起 我全职照顾咱妈 还是有女在 the king 还没帅 太事了 打榴了 我对不起你 我竟拖你的后腿 打榴了 打榴了 你还爱我吗 当然啦 你不会是因为 我们家的事太多 你嫌麻烦会离开我 不会的 好 行了 行了 你答应我 别离开我 我答应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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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回去 什么 你要辞职 是啊 我也是没办法 我丈母娘疯疯癫癫的 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我们家都乱了套了 一家老小的 就我一个大老爷们 我丈母娘 我老婆 我闺女 我小姨子 还有小姨子的闺女 三代女人呢 都得我一个人扛 大龙 你不能辞职 我的心才刚刚安定一点 我真的需要很多的人来支持我 你放心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的 不管你最后混成什么样了 我都是你的好兄弟 我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那 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是想调你回来 做副总的 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真的没有办法管理好公司 现在正好是你发挥你潜力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 你可以在事业上大展宏图啊 空飞 你能够把我当成哥们 我很感激你 和我跟你不一样 在挣钱跟老婆孩子之间 我永远选择家 所以 你愿意帮我 帮我老婆 帮我儿子 也不愿意帮我管理公司 没错 这就是我最没出息的地方 你说我丈母娘 都这么大岁数了 我就这么一个老人 我该尽孝 你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 我不知道用什么理由才能挽留你 那你就别挽留我了 家在我这儿永远是第一位的 那好吧 你要尽孝呢 我也不妨碍你 你看这样好不好 接下来 我放你一个月假 工资呢我照样发给你 如果家里需要用钱 尽管找我拿 没有问题 你也倒是早说呀 害我装了这么半年孙子 还是你对我最好 为兄弟两肋插刀 为了女人插兄弟两刀 二愣子 领导 小点事 好 高水啊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事都带你 走走走 走走走 我跟你说呀 好事 大好事啊 你说 彭斌呢 给我放了一个月的代薪假 听清楚了啊 代薪假 这就不算是辞职你知道吗 挺好的 咱们家现在又缺人又缺钱 是 咱家什么时候不缺钱呢 我说老婆 你怎么不高兴啊 又怎么了 刚才彩霞来电话了 说孙剑 受贿的那些东西全都退回去了 还差好多钱呢 他说 他说得把房子卖掉 卖房 多多卖房这地步啊 你小点事 你小点事 你能把人干什么呀 彩霞已经找中介了 他想把房子尽快卖掉 可能现在 除了妈那些能报销的费用以外 剩下的费用 可能都得咱们掏了 我的妈呀 你想干什么 要不要我给你叫人啊 噓 千万别告诉我老师 我得从教室后门走 我上厕所 我得 别死了 你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不用不用 我得回去拿手指 不是你说孙剑 他拿了多少黑钱呢 怎么这房子说卖就卖呀 妈怎么办呢 反正这房子也有妈的份 当初彩霞他们两口子 买房的时候钱不够 妈把老房子卖了给他们贴的钱 他们才没贷款 我的妈呀 这怎么弄啊 对了 老婆 卖房的事千万不能让妈知道 我知道 妈都这样了 不能再受任何的刺激了 怎么办呀 家里边 这样吧 我这阵子不是闲着吗 我现在赔床 等过几天妈病好了住院了 咱把妈直接叫咱们嫁去 孙剑那事啊 医生办法完不了 行 那我先上班去了 不对 赶紧 我就请了两个小时的家 好 阿姨 我妈呢 你妈说是上卫生间去了 您在呀 他今天又犯糊涂了 他把自己当学生 把这病房当成教室了 说什么回家拿手指 我的妈呀 怎么办呢 赶紧再找吧 喂 派出所 妈呢 妈回来了吗 没回来 今天在家说了东西 说了一天了 今天中介的人 带人来看房子 你真要卖房子 妈肯定是听说你要卖房子 所以才到处乱走的 你现在有脸说我 你们两个人在医院看着妈呢 能让老太太丢了 你好意思的 你好意思 你姐夫为了妈已经挺了一个月的家了 天天照顾她 你呢 你只顾你自己 我能不顾我自己吗 我都已经没家了 这房子一卖 我们娘俩就没地儿住了 还有 假天假公司行贿的事 我都要去公安局接受调查 你知道吗 我们同志都在背后遗论我呢 孙天如果被攀上几年 我们娘俩就真的要流浪接头了 这个时候 你还跟我计较吃我妈的事 你就为狼献动我 警察同志 我说的是真的 有人偷我家的房子 大妈 这房子怎么偷啊 这么大个儿 她怎么运走啊 我是听我闺女和女婿亲口说的 你要不信啊 等我女婿来了 你亲自去问问她 这房子可是我的老窝呀 不能说没就没了 我就没家可走了 我就没家去了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 你女婿马上又来了 等你女婿来了什么都清楚了 我们这儿啊 只有报案说入室道歉的 还没听说过谁偷房子呢 偷了就是偷了 我得报案 你们那把小偷给我抓住 好好好 别着急啊 妈 你怎么跑这儿去了 彭老师 你总算来了 我家的房子被人给偷走了 我是彭老师 参加同学 上课的时候注意请讲 要保持安静 坐下来啊 好好请讲 王经理 没想到是你啊 是啊是啊 王经理 你的那段借赌快本书啊 我还记着呢 有意思的 是是是 你看我丈母娘怎么了这是 她来报案说 她的房子被偷走了 她也只记得她女婿的电话 我就给打了一个 我真没想到是你 就给您添麻烦了 我丈母娘这儿有毛病 没毛病 没病 没病 认真听讲 我跟你说啊 她哪从医院跑出来 没看见对头服还穿着呢 那个 那您先忙着 我把我丈母娘带回家了 好好好 没事 那王大陆同志 您就把她接回去吧 好好休息 好好好啊 小霞 宝宝 你不是彭老师 我不走 我得等警察给我抓小偷 对 警察 你们一定得 帮我把小偷给抓住了 听见没 我要不然 就没家了 我就没地方住了 好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 有我们在呢 喂 大龙 妈找到了吗 老婆 找到了 哎呦 我的妈呀 吓死我了 可是咱妈死活不愿意离开排车所 在你说有人偷她的房子 让人请她去抓小偷 得得得 我拿给你就是报个评论 我知道了 我这不是赶紧想个办法 把咱妈弄回来吗 不行走 你得给我去抓小偷 我不走啊 大妈 你先松手一下 都怎么着 你得去抓小偷 你别着急了 妈找到了 我听你了 我走 打个您松下 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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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跟你说啊 出大事了 你赶紧回去吧 怎么了 偷你房子的小偷被我抓着了 抓着了 对 我把他五花大帮塑到咱们家冰箱里头了 真的 是 就等您回去亲自沈问呢 那我得回去了 赶紧 我去沈问他 我走 你快又给您添麻烦了 没事没事 你啊还是个急癖好女婿 二叔 妈 小偷的 不是妈 你用的是个板砖给什么呀 你把板砖给我呀 小偷在哪 小偷在哪呢 妈 小偷 妈 我不是你妈 我是高彩霞同学 高彩霞同学 干嘛 是 你不要混乱 老实说过了 路上吃光板砖必须要上交 是 上交 妈 你是不是神经错乱了 你才神经错乱呢 我 是你 你活头你男人算进我的房子 这不是我的家 怎么全都变白的了 这是你的家 是你的家 还我的房子 还我的 你偷走了我的房子 你还我 先偷走了 你 还我的房子 妈 妈 小偷在 小偷在 在哪儿呢 小偷在你房间里头呢 在我房间里 对对对 妈 我带你去找小偷 我带你去找 我带你去找 在哪儿呢 小偷 小偷出来 妈 别找了小偷 老婆接着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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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怎么还给自己打 行行行 快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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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妈疯了 没事 妈疯了 咱们用疯的办法对付妈 你帮我找两样东西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你弄丝瓦绳子 干吗你又打劫啊 你赶紧的吧 别啰嗦 快 快快找吧 不怕不怕 没事 有我的 快去快去 你快去找啊 我怕妈哪儿放生害我 我怕妈哪儿放生害我 我怕你 老婆你风小声呢 我怕你 我怕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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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怪我見て我 你 我怕妈 老公 你是不是身心也错乱了 没事 这叫一乱之乱 这把我得磕穿一把小偷 去把咱妈叫出来 我 我 我不敢 乖乖 宝贝不怕啊 快去 要回来 干嘛呀 帮我把她从身边拉下来 小冰 快拉呀 哪儿 行 我知道了 把咱妈叫出来 妈 妈 妈 小偷在这儿呢 小偷在哪儿呢 小偷在哪儿呢 那 哪儿在哪儿呢 小偷在哪儿呢 妈 这小偷在哪儿呢 别打 闪开 我就是小偷 我叫偷你们家房子 你们没有抓错人 我不打 小偷在哪儿呢 我这小偷 我就是小偷 小偷在哪儿呢 小偷在哪儿呢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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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死我 打死你 这 这是哪里啊 要不停 啊 妈 这是你的家 你看 你看 这 这才是我的家 我的家 妈 老二 你不肯卖我的房子 我就是要翻页 我还得有个出锅的地方 你起来 老婆 你起来 妈 妈 你终于想起来 你是谁了 吓死我 我 我是谁啊 你挺高 我是高彩霞 我是高尔里班的高彩霞 你都不记得了 妈 快给我掀开 给我掀开 咋着 掀开 掀开 妈 妈 你看看我是谁 我是那大女婿王大龙啊 我 你不肯却 你不肯却 你不肯却